花莲有许多热心的企业和善心人士 热情响应 花莲施工所路灯任养的计划 除了减轻施工所的财政负担 也让民众感受到无限的温暖 市长魏嘉贤5号上午特别颁发了感谢状 给任养路灯超过20宅以上的单位和个人 感谢他们无私的奉献 让路灯能够照亮花莲市的每个角落 花莲市每年在道路电费的支出项目 就超过2000多万是施工所财政的重点负担 自从推出任养路灯计划 获得许多企业社团和善心人士大力支持 让施工所的负担减轻不少 也让花莲市的夜晚更加明亮 其实我们最主要也是要提议说 如果有一些灯还是有一些部分 其实我们电力系统所产生出来的电量 然后我们工所所支付出来的电费 其实是非常高额的 那你可以看到 花莲市公所付的不只是旧路灯 红绿灯 现在连标示的灯都用智慧化了 都会闪 只要市区有用的电 都是花莲市公所要支出的 所以花莲市公所支出的费用非常非常高 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的城市 有的地方是选择性的说 这一盏开 这一盏关 这一盏开 这一盏关 或一边开 一边关 而是以市区来讲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每一盏你都必须要把它打开 所以安全性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也谢谢你们帮大家点燃一盏光明的灯 也谢谢大家共襄胜出 110年度花莲市的任养路灯作业更加顺利 其中不乏大规模的任养单位 花莲市公所3月5号上午特别表扬 任养路灯超过20盏以上的企业和个人 由市长魏嘉贤亲自颁证感谢状 花莲市公所已经陆续把任养单位的名称 张贴在指定的路灯电杆上 让过往民众可以看到善心人士的名称 除了让大家知道有许多默默奉献的善心人士 也希望可以号召更多人加入路灯任养行列 让花莲市的夜晚更加明亮又安全 借了一会欢迎市报道